第十五题 有固定的溶点跟废点 而且是他的特性 相同的存物质有相同的溶点跟废点 而混合物就没有固定的溶点跟废点 他题目里面已经告诉我 甲跟乙有固定的溶点跟废点 所以甲乙可能是存物质 所以第十五题问我们说 这四种物质哪些可能是存物质 我们答案选的是A 甲亥乙